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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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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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耶穌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保障 也是我们将来的盼望 我们在天上的父 求你 求你因你爱子耶稣的缺书 我们在天上的一切的不义 让我们可以在这威胁的时代中安然度过 也求你保守我们的灵性生命 大大的兼顾我们的信心 虽然现在都在家隔离 但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 我们和上帝从未分开 我们如此祷告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 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劝门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至四十六节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各位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曾经还在小学的时候 学过一篇课文 说古代有一个人 在街上看到一个宝盒 他又重金将这颗宝盒买了下来 却把里面贵重的珠子还了回去 只留下一个盒子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买毒还珠的故事 这则预言说的是 一些人看中外表的美丽 却忽略内在的价值 说明他们缺少见识 取舍不当 今天的经文和这则故事 非常的相似 在两千多年前 耶稣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 待于买毒还珠不同的是 耶稣从正面的角度 来回答了我们和天国之间的关系 他说天国就好比一个人 发现一块藏有宝藏的地 于是漠不作声的 便卖他所有的家产 来换得的钱去换那块宝地 因为他知道 这块宝地里所买藏的宝贝 远远大于他所拥有的价值 而第二个比喻说的是 一个人看到一个非常贵重的珠子 同样他也变卖了他有的一切 去换那颗宝珠 耶稣将天国先后比作了地里埋的宝贝和贵重的珠子 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在犹太人的观念中 天国指的就是上帝的国 是一个公义美善并且上帝永远掌权的地方 其中天国有一个非常重要属性 就是永恒性 是永永远远与上帝在一起的地方 是犹太人信仰的终极目标 所以只要耶稣谈到天国 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明白 是指上帝的国和他们的信仰 耶稣在这里将天国和个人放在一起 说明上帝的国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个人要去寻找的宝贝 天国不是通过家族或者血缘关系可以继承的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寻找的 同样我们的信仰也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他不能通过任何方式继承 自己的父母最多也只能是自己信仰的引路人 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信仰告诉子女 将孩子带到基督耶稣面前 但孩子的信仰是无法从父母那边继承 但是父母的信仰可以影响到孩子 这就好比孩子的人生也会受到父母的影响 但如何过自己的人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耶稣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是谁 无论出生如何 家境好坏 受教育程度多少 年龄大小 男女老少 这都不是问题 而重要的是 自己愿意不愿意去寻找那一个宝贝 去寻找那一个信仰 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耶稣说寻求就寻建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所以只要我们去寻求 我们就一定能够寻找 第二 信仰是无价之宝 在今天的经文中 耶稣分别用宝贝和宝珠来比喻上帝的国 这是为了突出信仰对于人的重要 他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信仰具体价值多少 而是将一个无价之宝 用具象化的形式让我们可以去理解 耶稣重点是要告诉我们 信仰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比他拥有的一切更有价值 而更加宝贝 我们都有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宝贝 有些人喜欢收集各样的文物 那文物就是他的宝贝 有些人爱看书 那书就是他的宝贝 有些人喜欢赚钱 那他的生意就是他的宝贝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看重的 有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这所有东西在信仰面前都失去了价值 因为这些东西都缺少永恒性 不光光这些是如此 其实世界上所有看的这些事物都缺少永恒性 短则几年 长则几十年 转眼间就是过往云烟 在前人看为宝贝的东西 在后人可能一门不值 我爸爸很喜欢收藏那些古丸瓷器 这些瓷器花瓶 在他看来有非常大的收藏价值 有时他开玩笑的对我说 这些东西将来全部都是给你的 但我自己对古丸瓷器完全没有兴趣 我说如果这些东西将来都给了我 我最多也就留下一两件 其余的花瓶更有可能的是被我卖了换钱 这样才更加实惠 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恰恰说明了 无论这些东西看似多么贵重 都没有永恒性 同样 无论我们今生过了多么的潇洒自由 或者是过了多么的苦闷郁闷 但对于永恒而言都是一门不知 因为物质上所有东西全部都会过去 血肉之躯永远无法承受上帝的国 那我们里面什么才是具有永恒性的呢 路加福音记载 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 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这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国是人用信仰去承受的 也是我们灵魂之间和上帝建立的关系 不同于看得见的财富 信仰是我们内心中看不见的宝藏 而这看不见的宝藏比看得见的财富更有价值 因为财富买不了健康 也买不了平安 买不了喜乐 更买不了永生 而信耶稣的人这些都有 心里如果有上帝的同在 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并且当一个人心里有上帝时 他心里就有天国 他也每时每刻就在天国当中与神同在 这不仅仅是今生的同在 也是将来永远的与上帝同在 因为在信的人就有永生 第三 信仰需要我们放弃原本已经拥有的东西 在经文中 当那个人发现宝贝的时候 他就回去变买了他一切所有的去换那块宝贝 这就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之前拥有什么 或者现在拥有什么 在永恒天国宝藏面前都没有任何价值 而聪明的人遇到了宝藏 就是将原先所有的都会拿去换了 买宝藏 基督信仰也是如此 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 就是发现了那块藏有宝贝的地 那我们就应该放弃原先以以为好的事情 来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 无论我们是暗暗的相信耶稣 好像这个人将宝贝藏起来 或是公开的相信耶稣 在商人面前看到那块宝珠就买下来 都需要我们将我们一切来换得这块宝藏 因为和耶稣相比 原先拥有的一切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罪人 活在罪的权势下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带有罪的样式 而罪的结果只有死亡 没有永恒 而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 就是遇到了天国的宝藏 因为耶稣有永恒的生命 那我们就应该放弃之前 我们一切来跟随耶稣 这就是放弃之前一切罪的样式 这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做出悔改 放弃那些不圣洁的东西 就是人心中的恶 诸炉 狗和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傍毒 骄傲 狂妄 当每个人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们的天父是怜悯的上帝 他一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洁不义 当我们撇下这一切东西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今世的百倍 更是来世的永生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寻找到这个宝贝 都可以相信并且跟随耶稣 过一个舍己的生活 求上帝帮助并且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阿们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